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FL46 这一期呢 我们讲钢琴窗里面的爬音工具 什么叫做爬音工具呢 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MIDI音符呢 贴成各个很小的碎块 然后随机化一些节奏 成为一个特定的一些旋律性出来 我们呢先随机点一些音符 随便点啊 好 我们点这些音符是随机的 下点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音符给选中 点击这边小扳手 选择这个APP工具 点击 这样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出来 在这些视窗当中呢 你可以做一些实质和门线的一些处理 这类的实质呢就是一些节奏 它会跟着我们的量化来去变化 这个呢它会Gate呢 就会调整我们每个音符的一些长短 一些间隙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它的节奏就会随机的去变化 它有一点点像欺骗工具的那个高级版 然后呢我们可以调一下它的音符的长度 做一些间隙 这样子它就会随机的做出了一些节奏型出来 下面的这些声像啊 力度啊 音高啊都可以自行的去调整 同时呢 这边还有一个range range的话你可以打大一些 那它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这样它的范围就会非常的广 看到没有 纵横几个八度 这个1呢就是一个八度 然后你可以随机 然后两个八度 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设定 随机的去跟你排列 如果你觉得可以了 就点击确定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 爬音就出现了 你可以听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音符是随便瞎点的啊 好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